回到iNews早報新聞現場 早上8點45分 等一下台北股市就要開始囉 今天要怎麼樣的關盤呢 我們來看看幾個 今天清晨的必看頭版新聞 重點首先來看看 說到這個警訊兩個字 一看到警訊就嚇死了 全球的公債殖利率是下跌的 美國景氣現在是走跌嗎 那麼川普他又是怎麼樣來認定 還有5G的設備上面 要封殺大陸的生產線 那麼對台灣我們剛講到 會有一些轉單效應 進一步的觀察 等一下韋傑告訴你 還有出口商在拋毀 新台幣連續四天都是升值的狀況 那麼今天的重點在哪裡 比特幣啊 比特幣現在挖礦股 挖礦的概念股 現在振奮了不少 如果你有比特幣 你要怎麼樣來觀察 國際之間的一個形式 又是怎麼樣來看待的 好韋傑告訴大家警訊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全球公債殖利率往下走跌 那基本上在過去的節目當中 我們已經有跟大家講 這個在FED準備要降息的過程當中 其實全球的利率都有被壓縮到 那麼所以呢 在整個公債殖利率的部分就往下掉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全球的經濟景氣 真的在衰退 那我們過去有講到 當景氣在衰退的時候 為了要刺激實體經濟的 這個通貨膨脹也好 或者是說實體經濟的 這個景氣復甦 其實呢在銀行體系當中 或是央行他們會把利率降到最低 然後把這個銀行體系所有的錢都壓縮到 整個實體經濟去做投資 希望這些廠商透過擴大投資去刺激 實體經濟的景氣復甦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在利率低的過程當中看到的是景氣衰退 那第二個呢就是市場上的資金 很明顯的出現一些避險的力道 而且呢這個力道是持續在上升 為什麼會這麼說 公債殖利率跟債券的價格是反向 也就是說債券價格跌 那怎麼樣 債券的價格跌的時候 殖利率上升 殖利率在跌的時候 債券的價格會往上噴出 所以當殖利率在創新低的時候 代表公債的價格在創新高 而公債一般都是市場上避險的 最重要的一個標的 那麼當價格在飆升 其實反映出市場上對公債的需求 是非常的龐大 好 所以其實在這邊報導當中 除了這個殖利率下沙之外 他也提到一個觀察重點 就是說在人口老化生產力 下降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會造成經濟景氣的衰退 這個大家很難想像 可是根據熊彼得 他所提出的這個經濟發展三要素 包含資金 土地跟勞動力 這三大要素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環境是什麼 現在的環境就是什麼 土地是恒常不變 都沒有變 另外是什麼 資金的部分 現在市場上因為低利率太多 我們剛剛講到 利率低代表市場上熱錢多 所以資金是正向 但是土地不變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在往下變 就是說人口的數量是在往下掉 GDP是在往下掉 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人口紅利是快速度的消失 勞動力也是快速度的下降 所以才會造成這一次的 全球的經濟景氣的衰退的因素 好 那當然在過去我們講到在主要的這個國家的公債殖利率快速度下滑的過程當中 中間我們要看的就是美國 美國的殖利率再往下掉代表其他的美元 也就是他當美國的貨幣也是出現貶值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對於美國的股市來說會造成一些影響 什麼影響我們先來看 這個美國的這個美元指數它在往下掉 其實相對來說就是美元再貶值 好 美元貶值會有一個影響 美元轉弱代表資金流出 資金多嘛 但問題是流到哪裡去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國股市為什麼在最近這幾天 美元指數快速轉弱的時候它都不漲 另外照理來說美元指數轉弱它代表什麼 全球熱錢變多 全球的熱錢變多 為什麼美股不漲很簡單 因為它的錢因為美元轉弱 所以流出了美元的資產 好 流到哪邊去 第一個我們剛剛已經有講到 就可能有部分流到債券資產當中 第二個流到哪裡 我們過去有講黃金 全球進入到負利率的環境當中的時候 這個是對於零息債券 也就是說沒有負息的任何的一個金融資產 最好的價格飆升的一個環境 所以黃金我們就把它視為是零息債券的一種 因為它不會你買一克黃金 你不會明年它又給你0.1克的黃金嘛 所以它沒有利息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負利率的環境當中 這樣子的一個資產 包括黃金 包括負利率債 包括零利率的債券 基本上都是一個債券價格 或者是黃金價格會飆漲的年代 所以你用了幾個字 進入黃金年代 對 黃金年代 你看 這邊連續跌四天 它就連續漲四天 這短短的四個交易日 已經從1350漲到1423 這邊最高1425了 所以其實在黃金飆升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全球對景氣的不確定性是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手上有黃金存折的話呢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黃金存折 那你就好好的抱 使命的抱 用力的抱 好好的抱著 對 那如果有機會就等 如果說你手上是空手 我還是建議大家啦 就是說有機會的時候 你還是要稍微買一點點 怎麼說 因為現在全球的股市都在高檔 債券價格正在狂奔 所以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去介入 好 等黃金它再往下掉一點點 回來的時候 不要去追高 你等它回來震盪整理的時候 你有機會就慢慢加碼一點點 就分批布局的概念 至少能夠在這種不確定性的年代 操作股市風險大嘛 那黃金至少它可以保值 然後它的價格又可以持續往上走 那有一個保值 然後又有一個穩健 能夠價格漲升的一個力道出現 之前黃金是每樣子是1200多嘛 對 現在已經來到1423了 那觀察要怎麼觀察 要下跌多少 我們可以入手的時候 好 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關鍵價位 就是在黃金的1370 它是六年的大景限區 所以未來的黃金價格 如果它有機會從這個高點 慢慢的越接近這個價位 越接近這個價位 各位如果進場去做布局的時候 你的風險就會相對比較偏低一點點 那也就是說 當你要做停損或停利的時候 如果很低你就去抄底了 這個就是你的停利點 那如果說你是高檔 等它回來的 你要回來低階的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你的停損點 所以這個價位就是一個黃金非常關鍵的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是未來 大家如果說有興趣要去投資黃金 不管是你要買黃金存折 黃金ETF 這我們證交所也有發行的一些相關的商品 或者是在現貨的黃金 其實都可以利用這個價位去做觀察的 OK 1370這個是一個重要數字 好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接下來大家一定非常關心 就是說國內的股市到底是叫怎麼樣 那現在呢 說什麼 這個 美國的5G設備要對於入場 就是說華為相關的 華為啊 中芯啊 或者是一些中科曙光等等一些相關的設備 都要進行封殺 那傳說啦 傳說 對於台灣的這些設備廠商 會有一些利多的影響 或者甚至有一些轉單效應 那當然這個是一些相關的內容 那這個主要的受惠會 會跟這個路由器交換器 或者是基地台等等 相關的個股會有一些影響 那最主要受到影響的國內廠商 會是這幾間領先的大廠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近他們的股價表現怎麼樣好不好 所以智邦 然後企基 中壘 那其實也不是只有這幾間 只是說他們有代表性 但是呢 這一種新聞 大家就先參考就好 因為其實它太過偏頗於這三家 因為國內的基地台的大廠 不只這三家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2345的智邦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的股價表現就好 好 那我們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那智邦在過去呢 是出現了上漲之後的壓回 壓回之後呢 在這邊做盤整 那基本上主趨勢往下 那這個叫做上飄期型 這叫空方的整理形態 那所以呢 它的前波低點是不能跌破的 只要它一旦跌破前波低點 那麼就有空方形態就繼續進行 那也就不會有所謂的轉彈效應 在短期當中 對 長期我們都還不確定 但是短線至少可以確定說 如果它是往下掉 沒有轉彈效應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5388的中壘 這是這一次市場上點名比較多的 一樣我們再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點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形態 其實中壘 再長一點點 中壘的股性是相對比較牛一點點 噴上去之後就整理 然後下沙之後又開始整理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中壘它是維持在一個大箱形的區間整理 那在過去呢 任何一個華為轉彈效應的時候 其實跟它也有關係 但是呢 它的股價也沒什麼反應 所以其實現在你所看到的新聞報道 說有轉彈效應這件事情 大家要中性看待 因為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6285的起跡我們來看一下 起跡的部分它就你看 過去熱潮一波之後 開始往下回跌 同樣的形態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一樣 它叫上飄其行 主趨勢然是往下 而且呢 籌碼是非常凌亂 這個就是它現在所講到的這些 那為什麼它會點這個 其實很簡單就跌升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但是會不會有基本面加持 不一定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4906的正文 基本上也是一樣 都是相關的通訊大廠 它就相對比較強一點 可是呢 它的股價大概就跟中壘差不多 就是維持在一個高檔的 箱形區間做震盪 所以其實從這個 國內的相關的通訊的廠商看起來 沒有受到這個所謂的市場上 所傳言的轉彈效應的影響 那麼大部分 我們還是有提到 如果說未來它真的有機會 第三季的每一個月的營收 一定會出現爆炸性的成長 等到我們真的確認它有這個轉彈效應的時候 你再去進場做布局其實都不滿 都不晚 所以其實現在就請大家稍微停看聽一點 不要因為看到市場上的利多效應 就衝動的進去想要去做布局 這個是有點危險的動作 所以就不要太緊張啦 這個動作先做得很大 你看人家中壘老神在在的 就是在那個區間 對 因為它其實很穩 它的業績非常穩定 所以它大概股價上面就穩穩的接單 反正等到業績它自然就會表現 市場上也會認同我 那我就不需要在 我還沒真的接到訂單的時候 市場上硬要來熱潮 這個其實對於投資人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好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台股的部分 我們過去有講到台北股市 其實要有資金行情 就一定要看新台幣 那其實在最近的新台幣 它出現了連四升 那當然你對照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美元指數連續四天的下跌 你就可以反向推估 因為匯率是兩國之間 貨幣交換的比率 美元再往下走扁 那相對來講新台幣就有升值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這幾天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外資連續買超台北股市的 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所以當未來的新台幣 如果有機會持續升值的話 那麼會帶動未來台北股市 繼續反彈的空間 那麼也是要留意 因為最近大家看到 台北股市的指數 好像沒什麼反應 因為它現在正要除全息 因為除全息會增發點數 現在目前大概七八九月 台北股市大概增發 350點到400點的指數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會去漲 但是如果你把指數 還原的話 其實台北股市搞不好是默默在上漲 所以未來大家觀察 台北股市的動態的時候 新台幣一定是 大家不能夠忘記的一個指標 唯有新台幣要升值 才有可能會有資金的行情出現 可是反過來說 當新台幣升值過大的時候 我們的出口就會受到壓抑 這是一把刀兩面刃 對 所以其實這算蠻尷尬的情況 所以我比較希望的是說 新台幣外是比較平穩 好 那穩定 然後讓整個出口商跟進口商有一個平衡點 然後資金也能夠認同台灣也許在接下來 下半年的一個成長力道能夠陸陸續的投資 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個情境 提醒給大家做什麼 比特幣呢 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比特幣挖礦股 好 比特幣的部分我們昨天也稍微提到一點點 那比特幣我要先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它跟這個所謂的臉幣 或者是一些LINE的交易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最主要這個加密貨幣 比特幣最近會上漲的原因是因為碰到什麼 資產荒 就是錢太多 不知道要買什麼 所以我知道去買比特幣 所以在這個比特幣上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從業界的這些相關的報導 你可以發現到真正他們業界也非常理性的在看待這件事 因為他們說過去像他們一直尋價的 這些礦區的這個礦主們 都只是先來尋價 可是都沒有真正的下單 其實就跟我們昨天有提到 這個重置成本的觀念有關 過去的礦區倒閉一堆所放出來 這些二手的器材一大堆 我可以去買二手器材來挖礦就好 現在他們礦主也擔心說 如果我在擴產 我在擴產 我的產能量變大 會不會影響到比特幣的價格 又重新到一萬億又掉回到五千 這是他們比較擔心的地方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去馬上就進行擴產 後續的部分大家特別留意 所以其實相關的比特幣概念股 大概就是短線的一個效應 OK 所以大家很振奮還是要觀察 那麼今天台北股市的關盤重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剛剛我們提到美股創高壓回的重點 是因為美元指數走弱 資金流出到全球市場 所以台北股市有機會受惠對不對 好 這在這邊美元轉落 熱血流出 流到台北股市一部分 好 那另外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反而要留意的是非電子族群 最近這一個多月當中 外資在買超的過程裡面 科技類股非常的少琢磨 反而是在非電子的族群 包括傳產 包括金融 這些都是比較不受限在 整個中美貿易大戰的影響當中的個股 也成為了資金的避風港 不過特別提醒大家傳產可以觀察 但是金融股的部分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壽險股對於未來在IFIRS17號公報 上市之後的一個影響 所以特別提醒給大家 可能在選擇的部分 要先以傳產股為考量 但是先不要追高 我們先觀察 聽看聽就可以